2018年9月26号全球最大亚洲第一间花莲货柜屋星巴克开幕 硬硬开车族群多 这一间门市也是花莲首间提供车道型服务的店铺 由国际知名建筑大师威延无操刀 这位著名的日本建筑师 1954年生于神奈川县 1979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建筑研究所 取得建筑硕士学位 1990年在东京青山创立了自己建筑师事务所 2015年12月22号以明治神工为灵感来源设计 击败大师伊东风雄团队出现 拿下了2020年东京奥运竹场馆新国立竞技场的设计案 曾获日本、意大利、芬兰等国的建筑奖 建筑作品散发着日式和风与东方禅艺 在业界被称为是副建筑 威延无流 又以自然景观的融合为特色 运用了木材、泥砖、竹子、石板、纸跟玻璃等等的天然建材 结合了水、光线与空气 创造外表看似柔弱却更耐震 且让人感觉到传统建筑的温馨与美妇建筑 这一间由29个货柜屋组成 全球最大量体货柜星巴克 业者与威延无建筑师光是来往讨论 就费时超过一年的时间 建筑完工后 经历2018年2月花脸墙震的考验 建筑师首次采用货柜新颖建材 服以30多顿钢骨加强 融合中式斗拱力学基础 营造出大树开支三叶视觉及稳固的结构 在门市当中除了可以看到货柜辅马 还可以扫描QR Code 了解货柜履历 如乘航行维多利亚港 纽约哈德逊河畔 巴尔迪摩 巴塞隆纳等 此外 门市内装设计 融入了花莲在地原住民安美族活泼色彩 以及鲜艳的图腾 并呈现出手感拓印 89屏的空间内 座位有86席 除了一二楼内用 也提供了车道服务 免下车就可以点餐 这一座以货柜组成 大幅度悬挑出空间 天窗玻璃窗交错堆叠 建筑外观乍看之下 就像是巨型乐高积木 纯白样态 层层堆叠的风格十分的醒目 是花莲闭锥的打卡热门景致 以上由柔柔编辑录音 军旗网络科技工作室制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市场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